感谢主耶稣 让我们又可以平安的过了一个星期 来到星期五的晚上 准备进入主所设定的 这个神圣的安息生日当中 今天延续之前我们的主题 继续来跟大家查考巴别塔这件事情 其实之前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可以说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 来跟大家查考巴别塔这件事情 我们观察到说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神的工作之一 是神出手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一 另外两件事是大洪水跟末世 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末日的审判 大洪水也已经跟大家大致上都查考完毕了 原本是说是想说从三个层面 来跟大家查考 就是说从思想的层面 也就是说巴别塔这件事情 它所发生当时的这些人的 这些心态他们的动机 也曾经有从行为的层面 还有言语的层面 来跟大家查考这件事情 那原本是上次就想说把语言 跟语言有关的这一个 跟从语言的这个层面 把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一些细节 都跟大家也查考完毕了 但是之前就是说 在准备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发现说就是 其实语言跟这个文化 人类的文化 其实是很密切的 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分不开的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又继续查考了这一方面 就发现说 其实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所以就利用今天的这个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查考 关于文化 从语言方面我们延伸 然后接下来看人类的文化 那这些事情 究竟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之前我们有查考 就是说在创世纪第十章那边 有记载了 人类自从洪水之后 人类接下来的发展 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去 就像神当时的给人的祝福一样 要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但是我们也看到说 在十一章那边记载 其实人本来 他们当时洪水过后的这些人类 大概挪亚之后的 过了第三代第四代 差不多那个时间 我们看到说当时的人类 就已经开始违背神的 当时的这个命令了 当时神给人的祝福 就是生养众多 遍满全地 但是当时我们看到说 十一章那边就记载说 人就是不想要照着神 所要求的去做 结果就搞出一个 巴别塔这种事情来 想说不要分散 大家聚在一起 我们看大家合一多好 但是这不合乎神的旨意 所以神出手 变乱人的口音 那我们一开始会想说 这件事情这样就结束了 神出手 然后人就分散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看的话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 不只是说 人类开始有了不同的语言 就是人的口音就变了 然后就分散了 不只是这样 连带了 另外一个很直接的关系 就是说人从那个时候开始 变成说有了不同的文化 文化其实我们先想一下 文化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有些人 可能还是会有一个迷思 就是一个误解 就是说文化可能是一个 很高尚的东西 那我记得那时候 是我们公民教育的老师 他其实纠正过我们的观念 他说文化其实不是说 我今天我穿得很 我穿得很 这个我的穿着方式很优雅 或者说我都是听古典音乐 还是说我每个礼拜 还是每个月 我都固定会去 那个国家歌剧院 我们那边国家歌剧院 是很有名的 我去那边欣赏歌剧 这一类表演 就这样我就很有文化 他说不是 其实文化 就是人类所做的一切 人类所做的一切 基本上就是文化 所以从这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即使是我今天 是穿着短裤去买餐 这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从圣经的里面 我们也看到说 自从人类开始分散之后 分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之后 文化这个东西 就变成人的一个 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简单的说就是人类的生活 如果我们仔细看 创世纪第十章 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对照 创世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说 巴比塔之前跟之后 基本上就是有这个 开始会有这种差异了 像是在十一章里面 第六节神是怎么描写的 这神看到人 神怎么说 第六节神说 耶和华说 看啊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以下省略 我们看到说怎样 当时的人是怎么样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文化是一样的 包括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语言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在巴比塔之前 人是没有所谓的文化差异 没有所谓的这个语言的差异 但是在巴比塔之后呢 不一样了 我们如果对照第十章里面 我们会发现说 有三节记载的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第五节跟二十节 还有三十一节 我们把这三节 排在一起看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说 其实他在告诉我们三件事情 其实严格说 如果说我们观察人类的话 人类从一个个体的角度 人的存在 我们可以说是把它分成 我们看到有基本的三个层面 心思意念 就是他思想的层面 然后他的语言的层面 他所说的 还有行为的层面 就是他所做的 所以我们看到说 人类从个体这个角度来看 他有三个层次 三个层面 三个方面 但是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看 一群人 我们也在这边可以看到 人类会有三个层面 或是三个属性 三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 种族的属性 我们看第五节 第二十节 第三十节 都会提到说什么 这些人 这些人的后裔 谁谁谁的后裔 谁谁谁的子孙 然后提到说 他们的宗族 宗族这个 其实就是指家族 就是说他的祖先是谁谁谁 他的后代又是谁谁谁 是家族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边告诉我们 这人类 以一个群体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第一个属性是什么 种族的属性 也就是民族的一个属性 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 是生物特征 就是我们看 有不同的人种 很多时候 其实一看就看得出来的 比如说在欧洲 仔细去观察到西欧人跟东欧人 长得是不一样的 长得有差 而且差别很大 南欧人跟北欧人 差别又更大了 北欧人一般个子都很高大 其实同样的情形 我们去观察的话 也都是一样 世界各个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人类在种族 这一方面的属性 它的一个特性 我们可以观察到 另外一个特性是什么 就是这边所提到说 他们去了各个地方 各国的地土海岛 这边也提到所住的地土 然后他们的方言 他们的语言 这边就是什么 人的一个文化的属性 人类有不同的文化属性 因为什么 因为你的族群不一样 然后你居住的环境也不一样 所以就造成说 会有不同的习俗 会有不同的这种传统 会有不同的这种文化出现 中文有一句是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应该是这样讲 所以就在这边提醒我们说 就是人有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他的习惯也会跟着改变 其实这就是一个文化的差异性 那第三个属性呢 我们看到说 这边提到说什么 他们立国 他们有什么 邦国 这就是什么 政治的属性 就是一个一个国家开始 我们看到在这边记载 开始有国家了 第一个开始可能就是 第十节那边提到 宁洛 宁洛这个人开始建立一个王国 统治的地方很大 都是士拿地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边 人一个族群的一个群体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他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属性 政治的属性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比如说你有不同的身份 那就代表说你可能去某些地方 可能就比较方便 那这个东西跟我们的这个种族的属性 还有文化的属性 其实是不同的 我们看到说历史上 人类历史上常常会有什么 就是有时候会有说 一个族群 一个群体 他们可能是三个属性 刚好都是一致的 比如说一个国家 他就只有单一一个民族 一个种族 然后他们也有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传统 也有共同的语言 然后也是同样一个政治团体 所以我们看到说 有时候在世上我们会发现说 这三个属性 这一个群体 它的三个属性是一致的 但是有时候 这三个属性不见得是一致的 有些国家 它里面有不同的民族 也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这个很常见 这个也很正常 那有时候呢 是一个民族 他们有 虽然有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语言 但是他们散布在很多个国家中 而且他们也有不同国家的身份 比如说犹太人 我们都知道 犹太人 他们当时 国家灭亡之后 他们被 被那个 辱去不同的地方 就分散到世界各地 但是很多犹太人 他们因为有了共同的信仰 他们就保持了 他们原本的文化 有很多也还继续维持了 他们会讲希伯来文 所以我们看到说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告诉我们说 这三个属性 不见得是完全一样 但是今天其实坦白说 我们常常会 有些人会常常 把这三个东西 混淆在一起 会觉得说 因为你的属性 你第一个属性是这样 所以你可能 你的第二个第三个属性 也都要一致 坦白说 有时候这些是一种偏见 是一种可以说 是一些比较 没有 没有 怎么讲 没有 比较 没有 比较无知 可以说是这样讲 因为说真的 最近几年 有时候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形 而且碰到这种情形 坦白说次数还不少 就记得有一次 在某间教会 不是台湾的教会 坐下来吃饭的时候 有一位信徒 他坐在我旁边 然后他就直接 直接就问我 就说 你明明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讲中文 但我观察了一下 在那间教会 这位信徒是中国大陆出来的 所以他可能 对这种认知 不是那么清楚 他很直觉地觉得说 你竟然有这个 第一个属性是这样子 你是 你是亚洲人 你是华人 这绝对不能否认 因为这是生物特征 这个一看就很清楚 生物特征 这个东西 没有人能去否认的 那我们家的确 我们是汉族人 我们是 我们是南方的汉族人 台湾的汉族人 这点绝对我不能否认 我可以说是华人 是华裔 但是我不能说 我是中国人 因为我没有中国的身份 甚至每次要 那时候 很多厂商是在中国大陆 甚至我们公司的一些工厂 也在中国大陆 我进去我还是要办签证 不然他不会让我进去 所以政治属性跟我们的种族 我们的生物属性 还有文化属性 基本上这三个东西是不相干的 是不见得是会一致的 当然这位信徒可能是有赚钱 所以讲话很大声 他这样要求我 那我觉得说 跟他解释会 怎么讲 可能要解释很久 所以想说 就不跟他讲了 吃饭比较重要 所以就继续了 那其实这一件事情只是 还影响还算比较小 我个人是觉得说 因为这他是信徒 那坦白说 可能对其他信徒影响 最起码对我来说 我只是觉得 我就笑一笑 我停一停就好 我也不会说 特别被他影响到什么 但是其实有一些事情 那说出来 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的信徒 这真的是会影响到 跟我们的信仰会有关系的 接下来有一件事情 是我本来不是很想讲 但是后来想说 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例子 而且他涵盖的时间蛮长的 所以就简单的跟大家 分享一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开始是 大概是在1995年的时候 在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了 最开始是我那时候 是1994年的12月底 我紧急的飞过来台湾这边 因为大概一年多以前 我的阿祖 我的阿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 然后在那边他也住了院 然后出院之后 他觉得他也年纪很大了 所以他就想说 还是要搬回来台湾 所以好 他就搬回来台北 然后回到台湾之后 就是大概一年 一年多吧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就他的状况是越来越糟糕 所以1994年的12月底 我们那时候就接到这些消息 他已经状况很糟糕 所以就紧急赶来台湾这边陪伴他 那差不多是到了 到了1995年3月的时候 他那时候离世了 所以大概在三个多月的时间 我人都在台湾 那在台湾的话 就是最近的教会那时候是景美教会 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在那边聚会的 那有一天就是 那时那个传道也是很 也比较年轻的传道 所以他那时候 感谢主他也有来看我阿座 只是很遗憾就是我阿座 最后也没有洗礼 那但是这个传道是 就是我很感谢他 然后他也是很亲切的一个传道 他那时候有一次就跟我私下在聊天 他就说 我跟你讲 那个台湾 台湾早期 你要知道台湾早期是被日本统治 所以老一辈的人 常常都是接受日本教育长大的 我说对对对 这个我了解 因为像是我外公 我外公 我妈这边的 我外公 外公他也是受日本教育 他如果没记错 他也在日本读过书的样子 所以他日语很溜 我这个很会讲日语 所以我这个都大概知道 他说对对对 他说 然后传道就跟我说 你知道日本人 当时有一些观念 就是也给 就是说因为 受了日本教育 所以台湾老一辈的人 也会有一些观念 什么观念呢 他说日本人 就是有一种很刻板的观念 就是说 你这个人 你头发长一点 你留胡子 你这个人是黑社会的 所以他这样讲 那我大概也知道 他说教会有一些 老年的人 可能就看你这样子 就比较不习惯了 那我说好 那这样我知道 因为毕竟我那时候 我还 我大学还没有毕业 那时候 那就是头发也是 留得蛮长 因为我们是理工学院 我头发留得蛮长的 而且我那时候 胡子是满脸的 我大概是中学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留胡子 所以他这样讲 我说 好 没关系 那因为人在台湾 入境水属 那我就好 去把头发剪掉 然后把胡子 就是两边都刮掉 然后 其实后来也碰见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我们那边的 那个台湾的 不是大使馆 那个叫做办事处 因为没有大使馆 我去那边办 办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签证还是什么 就是要交一个照片 那时候我还记得也是 我去办这个 的时候我交的照片 他说不行 因为你的照片也是 满脸都是胡子 他说这样不能接受 所以后来就变成说 我就变成开始 我两边的就剃掉 只有留前面的胡子 OK 这是1994 95年 发生的事情 那时间来到2014年 也就是 那个时候 大概过了20年的时间 感谢主 那个时候 2014年 总会允许我来 就是在总会开始上课 那我是因为 之前那个West Copina 那边房子都 什么都处理掉 所以我就先搬到 美国总会里面去 那既然已经先帮进去了 就是帮忙一些事情 那包括说 当时要第一个学期 来的第一个老师 是欧洲来的一位传导 那他好像也是提前两天到 所以这样的话 那就是我们就开车去接他 那那时候就是跟着我一起 我们一起去的是 总会里面 在总会服事的一位弟兄 所以 因为我们要开那个 内线的那个快车道 所以一定要有两个人 所以我们一起开了车 去机场接这位船道 那就是发生 事情就是跟这位船道发生的 因为他那天上了车 好像不知道是心情不好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 这个也不满意 那个也不满意 然后忽然之间 就是很 很突然的 他就是问了我一句 他是用一个 他是用一个很没礼貌的方式 在问 那因为他讲的话很难听 我在这边我就不重复了 那我当时吓一跳 那我就看看他 我就回他说 没有我的家人很好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就问说 既然是这样 你为什么留胡子 那我当时也觉得说奇怪 这两个 这完全没有关系吧 那我就反问他说 船道 我是 我是很平静地这样回答他 我说船道 我是男的 男人留胡子是正常吧 他说去给我刮掉 我说 我当时也是很莫名其妙 然后他就说 我就问他为什么要 他为什么要这样 他就说 因为你这样会让信徒跌倒 怎样怎样怎样 就说回去给我刮掉 那坦白说 我当下的心情是非常不好 因为你这样子 用这种很不礼貌的话 来讲到我的家人 我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 因为 当然我的家人跟 像我另外两位同学 他们的家长都是 甚至人员 都是教会的财务这些 但是我父母不是 但是我父母也是信徒 即使我今天 如果说我的父母 也不是信徒的话 即使不是信徒的话 你也不应该 用这种态度 这种不礼貌的话 来讲我的家人 所以照我的脾气 感谢主 照我的脾气 我可能是当场翻脸 当场对骂的 但是很感谢主 当时 当时就 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 说就是心里面感觉 很清楚的感觉 即使 今天不管他这个人 值不值得我准种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今天他身上 他有这个传道的职份 他是圣职人员 这个职份是 主耶稣借着总会给他的 所以他这个职份 我一定要尊重 而且 虽然我们还没有开课 但是这个事实就是 他是总会请来的老师 是我的老师 虽然还没有开课 所以我也要尊重这个事实 那当下我就 选择我就不开口 我就不讲话 然后当天晚上 还是第二天晚上 我们是晚间聚会 晚间聚会的时候 我也是照常换好衣服 准备圣经赞美师拿尔 准备要下去聚会 结果 我被他看到 那我一般来说 晚间聚会 我不会说穿得太正式 就是也是有领子的 这个 那个Polo 3 这个上衣也是穿 一定是穿有领子 然后 我是穿西装裤跟皮鞋 那个 除非啦 一般来说 除非是当天要安排我打扫 不然的话 我绝对不会穿牛仔裤跟球鞋来聚会的 我都是皮鞋跟 跟那个西装裤 当然 不是说很正式的 因为 晚间聚会嘛 那 刚好就被这位传导看到 因为他的房间 是在我的房间正对面 他就进来我的房间 就是伸手拉拉我的裤子 我也不清楚他究竟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他就是说 你就没有更好的西装裤吗 那我听了 我当下是觉得有点很好笑 心里想说 有啊 当然有啊 其实我上班的时候 我穿的都是法国设计师的名牌西装 但是 又不是安排我上海 你要我穿那么正式 没必要吧 那我也不知道他 讲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 坦白说 我也不想说跟他 因为去接机的时候 就已经有有有这个 曾经跟他这样子 就后来想说 不要不要多说 我就 闭嘴 下去聚会就好了 那其实坦白说 回想起来 如果说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 会因为说某个人 他留胡子 我就跌倒 还是说因为说某个人 他穿名牌西装来 来聚会 我就得救 如果说我们今天 信徒的程度 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说一句不客气的 那个注目传道 还有长职负责人 可能都要检讨 结讨去 绝对不是这个人要检讨 应该是这些传道长职 甚至负责人要检讨 为什么 主耶稣交代的是 按时分量 结果你让这些信徒 根本就是营养不良 居然这么幼稚 因为某某人怎样 所以我会跌倒 还是说 所以我会得救 这个其实就是 应该要检讨的地方 不是说这个人 他穿着合不合我的审美观 还是说我觉得他应该怎么样 而是说 这些信徒的程度 是不是说已经被影响了 当然这件事情 没有这样结束 我本来想说已经结束了 结果没有 第一天开始上课的时候 第一天开始上课 坐下来之后 他看到我 这位传道也是看到我 他说还是不刮胡子 我说你给我一个理由 对不对 他又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 他就很不高兴 因为我要求他给我一个讲法 他就很不高兴 他就说我叫你去做 你继续做 不要问我为什么 然后 我说你这个理由 我很难接受 他就接下来 他就一直就是开始 不是说骂 反正就是口气很不好 就一直念 这个人 你这个人 不顺服 很叛逆 会害信徒跌倒 等等等等 讲一堆 最有趣的是 我旁边这两位同学 也跟着起哄 就说传达这样要求 你就要这样做 等等等等 当然 这两位同学 我当时觉得他们很幼稚 虽然一个已经20级 一个30级了 但是 有些事情 也不需要跟着起哄 后来想一想 其实他们的反应也正常 因为他们的目的 就是进到总会他们办事员 所以 总会要求的 传到要求的 他们都不会 多想 就是去照做就对了 那当然相对的 他们也会跟总会 就是要求 应该要的福利 医疗保险 全额补助 他们的生活费 然后休假的天数 等等等等 但是感谢主 我的状况 跟他们不太一样 我不是像他们一样 然后 而且我算是 总会有给我补助 但是我算是 一部分我是自费的 所以 感谢主张 我是处于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有些事情 我会去思考 这些东西 究竟合不合 合不合圣经的道理 所以 以后接下来 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每天早上上课 就是听他念 有时候他忘了念 同学也会提醒他 要念 要念 一直到了有一天 大概过了两个月 有一天早上 我们这位天才同学 又是提醒他 传道你今天没有念他 可是很奇妙 那天早上他就忽然之间 说不想念了 不想念他了 因为他都没有反应 然后他又觉得很不甘心 他又转头看我 说你为什么都不讲话 因为真的感谢主 那一段时间 基本上主耶稣就是让我闭嘴 都不讲话 都不开口讲话 很特别的就是说 那时的祷告 特别的专注 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每次祷告 就是有一股很安定的力量 所以其实 那将近两个月的时间 是很快乐的 因为都不用开口说话 每天就是读经 祷告 上课 吃饭 睡觉 就是这样子 但是既然你要我讲 我就讲 所以感谢主 我那时候回他 我就说 你今天 照着圣经的道理 你来骂我 甚至你拿棍子敲我 我都不会 我都接受 我都不会怎样 但是今天 你有没有根据圣经的道理 主耶稣知道 你自己知道 所以感谢主 那时已经 他的课程也差不多结束了 所以跟这位传道的故事 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事情没有结束 因为接下来 大概两三年 我一直 也就是被 特别是美国总会的传道 基本上都是美国总会的传道 都是不同的传道 也不同的 在讲这件事情 而且不只讲这件事情 有时候就是 包括我穿着鞋子 或是说 我开着车子 所有传道都开的 最便宜的 那个Toyota 那个丰田 美国是最便宜的丰田 你为什么开进口车 这个等等 那这个问题 也是一直持续 包括我去不同的教会 被派去不同的教会 也常常碰到 像是有一位指示 那我去他那间教会 基本上碰 就是 不只一次去他那边教会 那是 基本上每次碰到他 他都会讲 啊 你这个要 你这个 那个外表要注意啦 要刮胡子啦 怎样怎样怎样 那他在大致上也熟了嘛 人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我就说 那你跟我讲的是谁 我跟他沟通一下嘛 他就说 啊没有啦 这些他也不会讲出来啦 那我心里就觉得很好笑啊 他不讲出来你是怎么 你是有心电感应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我就感谢主 我就跟他沟通一下 那我说这样只是啦 我大概知道你的想法啦 因为台湾以前是受日本人统治嘛 我就把之前这位传道讲给我 我就讲给他听 他说对对对对 你知道就好 那我说好 那我只是我反问你几件事情 我们现在活在台湾吗 他说不是啊 对啊 那我们是生活在几十年前 日据时代的台湾吗 也不是啊 那我们现在是受 我们的政府是谁呢 是日本人吗 是受日本统治吗 那当然也不是啊 那我说好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坚持 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这些官员 这些人观念 这些偏见呢 结果他也打不出来啦 那因为感谢主 那时候大概摩西五经的这些 都已经读完 就因为大部分都已经读完了 所以我就反问他 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觉得说应该要照那一套 你所这样讲的来做的话 那立位记十九章 还有立位记二十一章那边的记载 那我们要怎么解释 他回答不出来 那甚至后来还有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这个是记载在《猎王记下》 不是 《撒摩尔记下》十章 或是说那个《历代至上》十九章 这是同一件事情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这个哈嫩王 哈嫩王当时对大卫王的这些使者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 当然有人会觉得说 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 因为犹太人觉得说把你胡子随便剃掉 那个是很羞辱你的一个动作 但是OK 有人觉得说这个东西是犹太人的传统 我们不用遵守 那没错 你觉得说这是圣经记载的 你不需要去遵守 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 那OK 那同样的 我们用同样的思考 这个逻辑来想 几十年前 日本人统治的这个观念 留下来 也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 那我为什么又要去遵守呢 所以其实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 人的观念 甚至可以说是人的一种偏见 坦白说 像我刚才讲的 我外公 他受日本教育长大的 他也是满脸大胡子 也没有怎样 我阿公 我的爷爷 他也是留胡子 也没有怎样 那究竟你要怎么看的一件事情 那是你自己的主观意识 不是说这件事情就代表着 绝对是这个样子 或是那个样子 所以 讲得不客气一点 有人愿意活在过去 有人愿意 还是被古代的这种思想绑住 有人还是愿意 讲得不客气 就当以前的那种奴才的话 那是个人自由 但是你不要把这种东西 拿来压到人家头上 你用这种文化去绑架别人 其实那是一种很不好的行为 在加加泰书那边 记载了一些事情 那感谢主 主耶稣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也让这些事情被记录下来 为了什么 其实是要提醒我们 第二章 加加泰书的第二章 那边提到好几件事情 但是里面有一段特别是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 第四节那边提到说 有人进来是怎样 私下窥探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仆 然后第五节提到说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以下省略 那做什么奴仆呢 做这种传统的奴仆 做这种观念的奴仆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自由了 不需要再继续被这种人为的 这种思想去绑住 也不需要说硬是要把自己的 这种审美观 这种观念 自己的偏见 压在人家头上 其实这是非常 这是真的会影响到 一个人的信仰 所以很感谢主耶稣 那一阵子 我的信仰没有被影响到 就像我刚才提的 祷告的时候特别专注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结束 大概第二年的时候 是2015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 我被指派到台湾 去不同的教会 那感谢主有一个星期 是在台湾总会 那时候就是 基本上是跟同一期的一些同学 台湾总会的同学 担任辅导员 因为那时候是神讯班 那我们担任辅导员 基本上就是学生上课的时候 我们也会坐在后面 我们坐在后面旁听 所以其实是蛮开心的 都每天都可以听 听很多 那我记得有一位传道 他是当时的院长 神学院的院长 张传道 他就他有一堂课 是专门介绍犹太教 那里面有提到 他准备很多资料 有秀了很多很多资料 给大家看 特别是提到什么 犹太的拉比 犹太的这些讲师们 这些教师们 他提到 你看他们的传统非常坚持 一定戴帽子 一定穿长袍 一定留胡子 他在那边又是 他最后也讲了一句 不知道是不是开玩笑 他说 其实我们台湾的传道 留胡子也OK 也没什么不好 结果没想到过了一年 我还真的在北区 认识了一位传道 他是满脸大胡子的 那一次很感谢主 就是有机会认识他 那我就私下在泡茶 在应该是吃完饭之后 在喝茶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 传道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然后他说什么事情 我说那你这样留满脸大胡子 台湾总会不会说话 他说有什么好说的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说那你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 我说因为我被这个问题 已经念了大概两三年 那他就说没有关系 你去找一些历史的资料 他教我说 你去找一些历史资料 他说这些历史资料也有照片 这些都可以证明说什么 我们教会早期所有的工人 传道长职 基本上每个都留胡子的 所以他说 下次如果有人再这样质疑你的话 其实你就把这些资料 拿给他看就好了 所以感谢主 其实我们在这边 可以观察到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文化这个东西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什么 它是会随着时代 会随着时间所演变 会有不同的 所以之前有跟大家 查考过 就是说语言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会随着时代的变化 人类的需要 它会演变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东西 当做什么 不要把它当做真理 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在随 随着时代在变的 随着时间的流动 它会变化 语言也好 文化也好 习俗也好 传统也好 这些东西都会变化 不要把它当做真理 当做真理的话 就很危险 我们就在制造一个 制造一个偶像 那在这边提到传统 这边要稍稍花几分钟 我们谈一下传统 传统这个东西 其实本身不是不好 传统这个东西是什么 之前有跟大家查搞过 主观意识 人作为个体 都会有主观意识 但是作为群体 很多人的主观意识 一致之后 加种在一起 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就是 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就会有不同的传统 本身传统 有些传统不是不好 像我前阵子才发现 是台湾端午节 所以去跑去也是 买了一个粽子吃 买一些粽子吃也很好 这个传统并不是什么不好 但是有些传统 我们在看圣经的记载 就知道说 有些传统是什么 是会影响到信仰的 那为什么 因为人的主观意识 本身也是会受 周遭环境所影响的 就像《创世纪》第八章那边 洪水过后 神怎么形容人呢 神在八章二十一节那边 神曾经提到说 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 这代表什么 人当初犯了罪 所以从小就知道 就有这种恶念在里面 所以人的主观意识 不见得是好 那加总起来 这个主观意识 这个传统 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 当时的主耶稣 祂在世上传道的时候 祂常常会利用机会去纠正 纠正犹太人的一些传统 这些观念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 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 跟马可福音第七章 都记载同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主耶稣跟法利赛人对话 然后因为什么 法利赛人他们质疑说 你们为什么不洗手 但是洗手 洗手是一个很好的卫生习惯 但是法利赛人他们 当时犹太人 已经把它变成一个仪式 所以马可福音第七章那边 一开始从第一节一直记载 一直到第七节都会记载说 法利赛人他们 把洗手把这些 把很多东西都变成一种传统 所以变成这种传统 接下来是什么 是影响到信仰的 所以主耶稣 祂那时候也很直接的 主耶稣也没有说对他们客气 所以在第八节 一直到十三节 主耶稣就啪啪啪讲一大堆 而且是讲得很直接 比如说第八节 他说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 拘守人的遗传 第九节又说 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守自己的遗传 前面是离弃 现在是直接废掉了 废弃了 我比神还大 神说什么不重要 我直接把他废掉 十三节继续说 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 废了神的道 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 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是 他们是当时很直接的讲白了 这些遗传 这个中文是翻遗传 和和本是翻遗传 但是其实我们参照其他的版本 其他语言的经文的话 就看到说这个遗传就是指说 传统习俗 那主耶稣在这边就指责 当时的法律赛人说 你们为了这些遗传 为了这些人的传统 不同的这种文化留下来的传统 你们为了这些 为了要守这些 直接怎么样 废弃了神的道 这种是很糟糕的 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 其实今天我没有这样 我也是遵守神的道 我没有废弃神的道 但是坦白说有时候 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我们也是会受这种 传统的观念所影响的 之前有认识一位 他是木道者 他不是华人 他是美国人 那后来我发现有一阵子 什么都没有看到他了 那因为其实我跟他没有很熟 所以也没有他的电话 那我就跑去问另外一位 这位是一位弟兄 那他也不是华人 那我就跑去问这个 这位弟兄 他就说他不想来了 因为他们比较熟 所以他可能有去打电话 或去关心他怎么样 那我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因为教会一直有人 叫他说你不可以坐右边 你不可以坐右边 你来聚会要坐到左边 因为左边是给男人做的 右边是给女人做的 那其实说真的 在美国一般的习俗 就是来聚会 常常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 或者说夫妻坐在一起 或者说夫妻带的小孩子 坐在一起 很少说 比较没有说像台湾这样 一定分的 左边是 就是弟兄跟姐妹一定分开做 没有了 那很多华人的信徒 他们也没有说很严格的遵守 就是大家一定要说 这个弟兄男跟女一定要分开做 有时候都是一起坐在一起 也没有怎么样 但是反过头来 这位姐妹就是这样 一再的去要求她说 你要去坐到那边 你要去坐到那边 那最后她 她跟我们这位弟兄是说 既然我来好像都造成你们的困扰 让你们不舒服 那我以后我就不来好了 那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传统 用我们的观念去影响到别人的信仰 不只是影响到自己的信仰 这个对自己的信仰也是有影响的 那在这边是直接 让一位平时都会来聚会的这个目道者 就直接不来了 圣经里面其实也有记载很多事 像我们刚才也提到 加阿泰书第二章就是有记载了 在第二章第三节那边有提到 提到一个人是提多 提多当时也是一位传道人 也是神的工人 但这边记载说是什么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 虽是西里尼人 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离 在这边 圣灵借着使徒保罗 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 让我们知道说 当时提多他这个人 他本身不是犹太人 但是他是神的工人 他既然是神的工人的话 那为什么要用这些世俗的观念 世俗的这些传统 犹太文化的这种坚持 来把他绑住呢 所以这边提到说 没有勉强他受割离 然后第五节后半段 提了一个很重要的 的关键 目的是什么 不去强迫他受割离 目的是什么 后半段 第五节后半段说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如果说我们把人为的 这个文化的遗产 这个传统 一支不断的高升的话 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超过神的 最终就是什么 最终就没有福音了 没有真理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受割离 才能够得救啊 你要遵照人的传统 你才能够得救啊 这样合乎神的道理吗 就不合乎神的道理了 那接下来 其实在第二章 也有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使徒保罗跟使徒彼得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不能说是冲突啦 但是他们之间的 可以说是保罗去纠正彼得啦 就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啦 那其实如果说我们 我们回顾一下 彼得他这个人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在 约翰福音第一章跟十二章 都可以看到说 彼得安德烈还有菲利 他们都是什么 博塞大 博塞大这个地方的人 他这个城的人 博塞大在哪里 博塞大在加利利 那从旧约一直到新约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加利利是什么 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最早是记载在 《猎王记》上第九章 那边有记载说 所罗门王把加利利这块地方 还有二十座城 给的这个推罗王西兰 当时的记载是 所罗门把这一块地 就直接送给他了 因为推罗王当时 有赞助他很多东西等等 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从以色列有国家开始 从所罗门王那时候开始 已经这一块是外邦人的地了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为什么说传统 我们可以观察到说 《四福音》里面记载很多 传统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的这种传统思想是 加利利那个地方都是外邦人 即使有犹太人住在那边 他们也觉得那边 那个地方不好 甚至以赛亚书里面也有提到 那个加利利地 这一块地是什么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 也很多人 当时很多犹太人 执意主耶稣 也是用同样的这个观念 用同样的这种偏见 去说 《约翰福音》第七章 就是说 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 我们看到说 他们当时也有这种偏见 甚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那边 犹太人更是不礼貌 直接对主耶稣说 我们说你是沙玛利亚人 对不对 他们去直接看 你从那个地方出来的 但是这些细节 都让我们知道说什么 加利利这个地方 本身就是什么 很多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我们仔细去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使徒彼得他在那边生长 他随着这些外邦人的风俗来生活 对他来说 这也是很理所当然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你周遭都是这些外邦人 所以在 在十四节 《加拉太书》二章十四节 这边有提到 这是使徒保罗 当时他纠正使徒彼得所讲的 十四节的后半段 是说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 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这边所说的行事 其实就是 我们去参照不同的版本 就是说什么 生活 也就是说 使徒彼得他平时的生活习惯 他没有遵照犹太人 传统的这种规矩 这种传统来 这种观念来生活 而是他平时的生活 跟外邦人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们看到说 怎样 一下子耶路撒冷的 主张隔离的这些人出现了 结果他也不好意思 赶快装甲一下 甚至巴拿巴阿乔 有其他人 通通的装甲一下 那所以当时使徒保罗 就纠正他 那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真的会碰到这种情形 我曾经去过一个 比较偏远地方的 一间小教会 这间小教会也蛮特殊的 因为当地的就是信徒人数也不多 那华人只有一户 一户 一户 对 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户 那我就发现说 这位就是这仅有一户的 这位华人家庭 这位姐妹 他老公还好 但是这位姐妹就是怎样 就是跟彼得一样 他中午 安琪日中午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绝对不坐下来跟大家一起吃的 因为他后来私下去了解 就是他觉得当地人 就是他不想跟当地人在一起 可能觉得当地人比较穷 比较俗气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传统 传统的观念在作祟 人的传统有时候就会影响到 自己的信仰 也会影响到别人的信仰 那坦白说 人活在世界上一定都会有什么 不同 就是人跟人之间都有不同的差异 那文化跟文化 族群跟族群之间 更是一定会有这种差异 这个是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去参考 说主耶稣当时留下的榜样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说主耶稣其实 他常常利用这个机会来纠正 不管是信徒也好 不管是法利赛人或是文士也好 他常常利用机会来纠正 他们这些观念 那我们很熟悉的就是 像主耶稣他纠正那些 法利赛人他们的这个 这个禁食的这个观念 其实照犹太人的传统来看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是 你进了犹太教 你一定要做三件事情 这是犹太信徒基本 这是他们的基本功 第一个要施舍 就是说要捐献 第二个就是要祷告 第三个就是要禁食 但是他们做的 特别是法利赛人 他们的做法已经是什么 偏离了真理 他们已经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那边 特别的解释 这三件事情 他都解释得很清楚 那后来我们继续看的话 我们会发现说 还是有人来 来问主耶稣关于这件事情 同样的事情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第九章 马可福音第二章 还有路加福音第五章 就是他们来问主耶稣 关于禁食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理由 其实也很充分 因为法利赛人也好 约翰的门徒也好 他们都有禁食的习惯 因为就像刚才讲过 这是犹太人的传统 他们一定要 既然你信这个教 你一定要去做这三件事情 但是他们来问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就趁机会 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 这个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五节 这边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 跟他们解释很清楚 因为场合不对 之前他就已经解释过 但是因为你现在在问 主耶稣就讲得更清楚 说场合不对 有些场合你可以禁食 也应该要禁食 这是很好的 这是OK的 但是有些场合 你就不需要禁食 比如说如果说 我们每个安息日中午 大家通通禁食祷告的话 当然催事组合会很开心 但是这个场合就不适合禁食 OK 所以有些时候 我也会碰到有一些教会 他们就安息日中午 我们中午要宣布 我们要禁食祷告 实际上禁食祷告没有 常常有的人是留下来会堂祷告 祷告很好 但是祷告完跑去厨房 他照样拿东西吃 那就不是禁食祷告了 所以有的场合 不适合禁食 有的场合要禁食 这是OK的 主耶稣在这边又解释得很清楚 然后主耶稣在36节到39节 又提到了 特别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比喻大家也很熟 就是说没有人把 36节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 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 若是这样 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说撕下来那块 撕下来的那块新的 和旧的也不相称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便漏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这边主耶稣就是指着 人的传统 这一段主耶稣 额外补了这个比喻 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 有的人是 就是有 我们人有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文化 也有不同的传统 但是你不要说硬是强迫他们 把这个两个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 其实一定会发生一些事情 而且旧的跟新的 这也代表说主耶稣来了 他已经把旧恩成全了 这是新的了 新的旧恩 新约 这已经是什么 超越旧约时代的这些律法了 主耶稣是成全 没有废掉律法 是成全 是更完美 因为人不完美 人做不到 所以主耶稣让他成全 更完美了 但是你不要说 再把旧约那些 那个犹太人 那个旧时代的那些传统 硬是要拉到新时代的 这个新约时代来 那就不合了 所以为什么说 后来 使徒保罗也好 使徒彼得也好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 反对那些割理 主张割理的人 因为那是 以前的传统 你硬是要把这个东西拉过来 跟主耶稣所成全的旧恩 那就搭不上了 而且那是什么 其实那是 那是侮辱 侮辱主耶稣所完成的这个工作的 那 三十九节又很有意思 主耶稣又再补了一句话 他说 但这边说 没有人喝了成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成的 这边主耶稣提到了一个 人常常会有的一个习惯 就是人都觉得什么 旧的比较好 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 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 我们国家的传统 这个东西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已经习惯了 我已经习惯在这个舒适圈中了 所以你要我去接受新的东西 还是说 你要我说 完全的把这个旧的东西割舍掉 很难 所以主耶稣这边说 人总说成的好 其实我们仔细去观察 神从来没有说 神是没有偏见的 神也没有偏待任何的人 那神在当初 创世纪第一章那边就记载 神创造所有万物是什么样 提到 不只意思提到说什么 各从其类 神创造一些各从其类 而且看的都是好的 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 不要说一直坚持 用我们的这种传统 这种我们的观念 来说我们这样才是最好 好到什么程度 好到直接废掉神的道 其实那样就不好了 那其实呢 我们人呢 在相处的当中 一定会有什么 文化上的差异 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 那文化上的差异 其实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上次有认识一位弟兄 他在 他说他在东岸 那边待了大概八年九年的时间 他是在那边读书 然后也做研究 然后在闲聊的时候 他就说到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 如果说教会 特别在美国教会 如果进来是一批都是美国人的话 我们也会感觉到不舒服 说真的 我那时候也是很直接跟他说 我说我听你的 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 但是我听你这样讲 我真的笑不出来 因为说真的 也是曾经有一位传道 是美国总会传道 他也曾经这样讲 但我相信他没有恶意 他只是跟我陈述一个事实 他说即使 今天你带三十个 不是华人的信徒 来到教会受洗等等等等 坦白说 总会也不会说特别 把一些资源给他们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形 但是 这个的确 这是人的软弱 这也是人的偏好 因为跟 不是怎么讲 非我族类的这些人 可能有人会觉得 很不好相处 这个完全是正常的现象 但是如果说我们看 当时主耶稣给我们 留的很多榜样 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主耶稣 一直在教导门徒 要怎么样 要超越 超越这种文化的 这种差异 很多例子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 主耶稣其实是 他尽他 就是尽他所能 去破除这种 去超越这种文化上的 这种隔阂 比如说 我们很熟悉的 路加福音17章 那边有记载 他经过 路加福音17章 那边 11节12节 那边有记载说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 跟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 而来远远的站着 我们在这边看到 说怎么样 主耶稣经过 经过他还进去 这个村子 他知道会有 这十个大麻风的人 在等他 来求他医治 那他也医治他们 那16节那边 记载很有趣 回来一个 只有一个回来 又俯伏在耶稣面前 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我们看主耶稣有没有说 这个以色列人优先 犹太人优先 因为你们不同 对不对 其实长的大麻风都一样 主耶稣也没有说 你是撒玛利亚人 我不医治你 没有 主耶稣进到这个村子 给他们这个恩典 去医治他们 或是另外一个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 一个例子 就是迦南妇人的例子 这是记载在 马太福音15章 跟马可福音第7章 那是记载同样一个 这个同样一个例子 就是迦南妇人 很有信心的迦南妇人 这个迦南妇人是怎么样 这边是怎么记载 马可福音第7章24节 这边有讲说 耶稣从那里起身 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以下我们省略 我们看到主耶稣去哪里 推罗跟西顿 推罗跟西顿是什么 是非尼基人那边的 就是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 那主耶稣那边 有人说主耶稣究竟是 其实主耶稣为什么可以 从这边可以看出 主耶稣其实是 特别去考验这个迦南妇人 因为其实24节就讲了 主耶稣是特地往那边去的 他知道这个迦南妇人会在那边 所以他往那边去 然后等这个迦南妇人来求他 也因着这个迦南妇人的 很大的信心来给他成全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主耶稣他做这些事情 他都是什么 他都是有计划好的 他都是借着这些 这些事情来教导我们 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一个例子 是约翰福音第4章所记载的 主耶稣那边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 主耶稣去跟这个撒玛利亚的 这个妇人的对话 然后主耶稣在那边所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 第5节那边记载说什么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 名叫旭家 我们跳过来看第9节的话 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主耶稣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后面记载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我们看到说 在当时 这个 他当时犹太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这些撒玛利亚是 撒玛利亚是混血的 不是纯种的犹太人 所以我们不跟他往来 我们不要跟他一起吃饭等等等等 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样 主耶稣是往那边去 然后 等到他来 这个妇人来到井边的时候 他主动跟他 跟他开始说话 连这个妇人都觉得很惊讶 很惊奇 然后我们接下来也看到说什么 接下来记载更有趣 三十节那边提到说 这个妇人回到城里 做见证之后 是怎样 一堆人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所以我们看到说 撒玛利亚人怎样 主耶稣要我们学一诗 放下这种成见 放下这种传统 不要让这种传统 影响到你的信仰 然后到了那边之后 到了那边之后 这些人是怎么样 来见耶稣 然后四十节这边记载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四十一节 因耶稣的话 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 不是因为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所以我们看到说 主耶稣他当时给我们 留下一个什么榜样 他不仅是去 不仅是去 去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 也不只是说 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谈话 而是说什么 当时的这些人 跟他要求 他就在那边待了两天 以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说 这是什么情形 不洁净 这是大逆不道 但是我们看 主耶稣就是 借着这个机会 当然还有很多 其他很多的例子 主耶稣就是 借着这些机会 来教导我们 有时候这些文化的差异 不是理由 真的觉得不是理由 我们常常会听到 这个理由说真的 我听了很久很久 很多年了 没办法传福音 为什么 因为语言的障碍 现在没有语言的障碍 文化的差异 我们大家相处不来 怎么去传福音 所以就不客气一点 人家看你的生活形态 人家看你的所作所为 根本一点都不像基督徒 你就算跟他讲 你就算所有的圣经 通通给他解释清楚 他也不会相信的 就是这么现实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种 文化的差异 来做这个借口 其实主耶稣早就跟我们解释 就是给我们示范过了 怎么去做 就是照他这样去做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就去做 不要说找理由 文化这种差异 永远会存在 但是借着圣灵的工作 这些工作是可以完成的 不是不能够完成的 那我们也不要说 用这个东西当作借口 说这个没有办法做 其实这真的 这都是我们 我们有没有 是不是真的理由 主耶稣都知道 最后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来跟大家做一个结尾 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 那边有记载 第六节一直到第九节 那边描述了一个 很美好的一个画面 是在神的圣山的画面 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 描述了财狼 绵羊 高 豹子跟山羊高 绍壮狮子 牛肚等等 大家都和平相处 神一开始创造一切 各从其类 如果当初神要做 全部都一样的话 他就全部造的都一样就好了 神有这个能力 或是说当初直接 巴别塔的时候 神不要出手 不要去那个 你们就还是一样的人 一样的语言 一样的行为 一样的文化 不就是好了吗 很简单 但是不是 神造一切 都有他美好的旨意 各从其类 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 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大家都和平相处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属性 都可以和平相处 那重点是在第九节 第九节就说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些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重点是什么 真正认识神 真正有这个属灵的知识 属天的智慧 而不是说 紧紧地抓住 哎呀 我们祖先传下来的 这些传统 我们这些观念 我们要紧紧抓着不放 那些最终都会什么 都会影响我们的信仰 不只是影响别人的信仰 也会影响我们的信仰 那今天跟大家 查考到这边 我们一起来唱诗 404首 402首 404首 2首 504首